眼前这位老人名叫王昆森 今年91岁 退伍前曾是一名部队军官 转移后在浙江医科大学 从事国防教育工作 直到退休 为了帮助失学儿童 2012年王爷爷开始拾荒募捐 时至今日已有十几个年头 退休金也就是我们的养老金 养老金是谁给的 当后人民给我的 当后人民为什么给我 保养我身体 希望我多活几年 我不能拿这个起家人家 拿这个没意思 我得把这个钱用到那上去 不对头的 没得提的 怎么办 那么我要去帮助人家 就要我自己创闹的价值 得贡献给人 历经初学的洗礼 杭州的东变得愈加寒冷 5月时分 王昆森和往常一样 推着三轮车走出家门 刚经历过一次心脏手术 王爷爷如今的身体状况 已经大不如前 可车斗里满载着 失学孩子们的希望 鱼旅的老人 只能在枝丫生里 半圈半圈地踏着 白天人家 减迫的的人不是 不是像王昌一个啊 也有很多人减迫的 白天人没去下去 反正我 有养老金的 我不愁 我今天有没有都无所谓的 你休息了 你不吃荒了 我得吃 电脑 电视机 闭波罗 都有啊 那么这些东西 我捡回来 把它变成钱 我就有本钱 可以带人家上学了 在石荒的十几年里 王爷爷一共资助了 七名学生 在浙江大学的帮助下 老人还设立了 王昆森助学金 用来帮助更多的孩子 王爷爷笑着说 人要有意志 助人的心要真诚 公益的事业 自己会奉行一生 活到老 做到老 遇到我最后一口气 停了为止 我说 生命不息 行善不止 我说我还没死呢 我不会停止的 那你那个心呢 一定要是沉的 心要沉的 你心不沉 坚持不下去的 不可能坚持那么长的 那你家里面 臭的 脏的 就不干了吗 要有意志 我既然帮助人了 我就要信仰成 世界上 任何东西 都是有价值的 都可以拿钱去换去 唯有一颗 承接 善良的 神心 无价之宝 我帮助我孩子上学 我要神心 这也是我的 无价之宝 我帮助我孩子上学